请问,离婚的人越来越多,你怎么看呢? 如果你的家庭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离婚的想法,一定要让他们看完这三个离婚背后的真相,让他们彻底改变这种破想法。 第一,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你觉得别人日子过得好,是他们的糟糕你看不到。 有些夫妻感情好,但是呢,经济条件不算好,有些经济条件好,但是婆媳关系处的是鸡飞狗跳。 上天给你敞开一扇门,就会给你堵上一扇窗,世上没有十全是美的事。 重要的是,你要清楚自己的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笼子里的鸟都想往外飞,外面的鸟却羡慕笼里没有风吹,千万不要因为逃避选择离婚。 二婚的问题可真的不比头婚少。 第二,婚姻的本质就是一地鸡毛,关键是夫妻俩要懂得打扫。 如果指望着换段婚姻会更好,那你注定会失望的。 山盟还是不能当饭吃,厨房的人间烟火才是真实。 如果你想不通这个道理,换个人过还是老样子。 也别总觉得过得不好是因为选错了人,没有遇到真爱。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真爱呀,有的都是新鲜感。 矿泉水喝酒了,想喝可乐。 白粥吃多了,想吃烤肉。 但天天喝可乐吃烤肉,你一样腻得遭不住。 喜心厌旧是本性,婚姻无趣是事实。 换个人过,也逃不过生活的琐碎事情。 第三,婚姻里没有完美的另一半。 别对伴侣抱有太高期待,过度的挑剔是婚姻的克星。 你要知道,事业有成的男人都没空陪老婆,老实顾家的男人都赚不了大钱。 漂亮的女人花钱没节制,顾家的女人不会太光鲜。 没有满分的爱人,只有知足的包容。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,就要试着接受什么样的生活。 如果你对伴侣的期望再低一点,会发现,他给你的都是惊喜。 选我所爱很容易,爱我所选才难得。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,我告诉你,无论你离几次婚,都是枉然。 婚姻就是这样的,平淡又枯燥。 无论跟谁过,最后都是跟自己过。 无论跟谁过不去,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 心态太重要了,何必太较真呢? 牢记这三点,转发给你身边有离婚想法的人, 让他们知道,离婚真的不值得。